解决方案就是NX 我们先对NX做一个介绍 NX是高性能的外部服务器 开源免费 NX现在出来已经很多年了 然后在我们日常使用的各种网站 APP还有什么H51链中 NX应该是能占了很大的比例 不管是用NX 还是说NX参与其中一部分 它都会占很大的比例 而且是开源免费的 另外就是高性能 因为它的性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说它才不会被用的这么广泛 然后NX一般会做什么呢 比如说静态服务 什么叫静态服务呢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CDN 就是那种网上放图片 放CSS文件 放GS文件 或者说放很多静态的 什么GC文件 HMR文件 只要是那种服务端不需要解析 直接返回的那种静态文件 都可以用NX做一个高性能的静态服务 所以说我看到有些资料 说我们用NX去做一个静态服务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可笑 就是我们NX是可以做静态服务 但是它没必要 我们用NX一配就好了 我们没必要去用NX去开发 对吧 第二个就是负载均衡 负载均衡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store的一个机群 机群的话 比如说有五台机器 一共有五台机器 其中有一台是一个主机器 就是流量都往上面跑 那现在那几台怎么去均分流量 怎么去分摊 怎么让每个机器能平摊各种流量 以至于我们整个机群的负载能到最高 这也可以通过NX来做配置 NX内部有一个模块 就可以进行一个负载均衡的配置 它能做一个入口 就是流量来来之后 它可以分配到不同的机器上去 而且平均流量 但这两个呢 我们这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本科用不到 这两个基本上需要要求比较熟悉的呢 是一些后端服务器的运维人员 他们就需要比较熟悉 像我们作为后端开发的话 甚至是作为前端开发 监护的开发的话 这块也没必要来的那么细 但是你要知道这两个作用了 第三个呢 就是反向代理 反向代理呢 那个模型 我们下一节PVD再讲 这是本科要用的 在上一小节演示那个 我们访问8080端口的时候 它能把静态页面 对应到什么地上去 然后能把所有端的那个接口 对应到什么地上去 这就是反向代理所做的工作 这也是我们本节需要演示的一个功能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模型 比如说我们在浏览器中 访问这个Logohost的indexerHMR 当然我们刚才演示的是 Logohost的8080端口 当然这个地方不加端口也无所谓了 反正就是个模型 比如说我们要访问Logohost的indexerHMR 按照我们刚才的演示的那个例子 访问这个的时候 首先它要加载HMR内容 对吧 就是我们首先访问这个之后 要到index 因为我们这个端口是8080 然后HMR端口是8001 Logohost的js端口是8000 对吧 所以说先到index 因为index坚定的是8080 到index之后呢 它会匹配 如果你这个请求是这样一种 就是直接是根目录 这样一种形式 我们直接就是到这个HMR的服务 就是8001的端口的服务 然后把它的那种去通过index再去返回 如果访问的这个接口中 有这个API这种形式 比如说我们返回了HMR之后 HMR远远期要解析 对吧 解析完之后要去发起index请求 index请求 它访问的是那个nose.js的接口 对吧 它就是一个API 是吗 API Blog List 这种形式 如果是这种形式 我们就通过index把它代理到这个nose.js这个服务上来 并且去返回 这就是那个index的一个反向代理的作用 为什么叫反向代理呢 所谓反向代理 简单理解就是说 它是对客户端不可见的那个代理 就叫反向代理 和反向代理相反的是正向代理 比如说我们公司内网 对吧 公司内网 我们在家里访问不了 我们需要在自己的本机上 装一个什么什么代理工具 然后才能去访问 对吧 这属于一个正向代理 就是客户端能控制的代理 就浏览器客户端能控制的代理 是正向代理 所有端全部涵盖了 客户端控制不了 对客户端来说它是一个黑核 这样的话 它就是个反向代理 总之它都是代理 就是说 我遇到请求 什么样的请求 我代理到这个地址上来 什么样的请求 我代理到这个地址上来 这样的话 nx就会做一个统一的入口 大家想一下 我们这个本节一开始的时候 讲那个 要连条的一个 不能跨域的问题 这样就会解决了 对吧 通过nx 我们可以去访问同一个域 然后 然后这个域下面呢 不管是静态网页 还是说接口 我们都可以同一个域 进行访问进行操作 对于客户端来说 对于浏览器来说 它是黑核不知道的 对吧 浏览器就以为 我访问的就是一个 单个服务器 后面怎么样的 代理情况 这个浏览器是不关心的 所以说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 就可以实现 那个前红针的连条 以及实现 cookie的一个 同域的一个打通 好 我们看一下nx怎么下载 Windows呢 你直接去官网 去下载就好 然后Mac呢 还是通过这个 Bro可以去安装 这个一键安装 比较方便 怎么下载呢 大家就自己去试一下 我这就不演示 因为下载 安装的时间也比较长 另外呢 就是配置 大家记住这个配置文件 nx需要一个配置文件 Windows下面在这个 Mac下面在这个 Windows下面呢 你需要通过一个 计时本打开 计时本打开 最好是使用 管理转权限 管理转角色来打开 要不然的话 它可能会不让你保存 Mac下面呢 可以通过微信不编器打开 这个我们等会去演示 打开之后你编辑完 编辑完之后保存 保存之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nx命令的运行 就是第一步 保存完配置文件之后 我们先要运行 这个nx-t来测试一下 这个命令是不是格式正确 也有什么预法错误 对吧 然后再是启动nx 就直接运行nx 就可以启动 然后重启呢 比如说你本来是启动的 然后改来配置文件 想重启 然后就nx-s reload 就可以重启 然后停止 就是nx-s stop 这样就停止 Windows的命令呢 可能和这个略微有些区别 如果Windows下面 你运行这些命令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到网上稍微一搜 有些地方呢 可能比如说 你在百度上搜索这个 Windows Endex启动 这种 然后第一个结果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呢 它可能需要到这个什么 比如说运行这个 endex.esd 然后endex.esd-s stop endex.esd-s reload 等等这些 然后你看看是不是需要这么运行 如果有问题就自己先去搜一下 如果搜到还是不行的话 你再给我提问就好了 我们关掉这两个 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可以简单演示一下 假如说你现在已经下载完了 对吧 已经安装完了 这个时候我们演示一下 我们怎么去做这种 刚才那个图中演示的这个代理 好 我们到控制台里面来 首先呢 我们要打开什么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 endex.esd-s page文件 对吧 我是个Magazone 我怎么打开的 就是seudo vi vim也可以 vi也可以 我们那个配置文件 在usr local etc endex 然后endex.esdkfg 这是它的配置文件 然后需要一个密码 好 这就是它的配置文件 然后我们通过Vim 再操作一下 然后保存再重新启动就行了 然后Windows用户呢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记事本来打开 就是Windows的 最大记事本来打开 可以通过这个 管理软权限来打开 因为保存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 权限的问题 最好是通过管理软权权 角色来打开 我们简单改一下 我们看可以改什么地方 首先第一个 在这个第三行这儿 我们去简单改一下 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workprocesses 这个是什么意思 先写个2 因为我这个机器呢 是两核的 所以说我就写个2 workprocesses就是说 你这个机器CPU是几核的 你要启动几个实例 我们在之前讲 那个setting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在讲过 比如说我们的GIS 在真正启动的时候 它可能是多个进程的 对吧 因为CPU可能有多核 才有启动多个进程 NGX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的CPU多核的话 你可以启动多个实例 多个进程 这个地方你如果不写 它就默认启动一个进程 那样的话 性能就会差一些 其实我们次而还原下 写不写无所谓了 次而还原下并不是线上 这块其实你写不写无所谓 到了线上之后就该写 但是线上之后写不写 就是运为同学的事情了 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大能力 去把服务器都运为起来 我们毕竟是个开发人员 对吧 这样再往下 我们写完这个 Worker Processes 等于2之后 再往下 找下这个Server 这个Server 这个Listen Listen现在是个80 对吧 我们改一下 我们之前试的是8080 对口 好 Server任务我们用改 再往下再往下再往下 到这儿呢 它有个location 大家看见没 location斜线 然后路次等于什么东西 这块呢 我们可以给它简单的注释一下 景画就是注释 这块我们不用 我们注释一下 注释一下之后呢 我们再去增加自己的代理 对吧 怎么做代理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根据TV系统讲的图 如果location 就是如果地址是一个斜线开始的话 我们就什么呢 我们就设置一个proxy pass 就是代理 如果是斜线开始的话 我们就代理到什么地方呢 代理到这个attp 然后localhost8001 就所谓的斜线 就是说 根目录下就是一个静态文件 对吧 静态文件我们就代理到这个8001 这个端口 因为8001它是静态文件的一个服务 我们上一节演示过 然后如果location 它是API开始的 我们就代理到什么地方 我们就代理到这个proxy pass 代理到这个attp localhost8000 因为我们的server是8000段口 当然我们还要传入一个proxy setheader 把这个setheader 然后host dollarhost 把这个host传过去 因为你做代理之后 这个host不一样了嘛 所以说你要把host 透传过去才行 这会儿其实我们这样写完之后呢 基本上就可以了 就是主要是这么几行的内容 以及把上面这一行进行注释 上面那个进程数量 就是那个进程数量 那个实力数量写不写 这个在测试情况下无所谓 但是线上一定要写 写完之后 简单的保存一下 保存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 EngineS-T来测试一下 好 它要测试我说 这个失败了 失败了是这个东西的问题 失败了之后 我们就回去改吧 我们看一下 这儿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地方不应该有冒号 就直接process一次 空格2就可以了 不用冒号 这是我写这个GIS写习惯了 所以说什么东西都要写冒号 我们再重新保存 再运行这个-T测试一下 可能还是同样的问题 重新贴迹 没事 我们改两次就改好了 因为毕竟内容少 应该也是这个冒号的问题 我们写GIS写习惯了之后 这个所有的KVALUE之间 都喜欢加一个冒号 对吧 其实应该是没有的 直接空格就好了 好 我们再保存再测试 看看还有问题吗 好 没有问题了 就是说这个语法已经通过了 测试也成功了 这个时候我们去启动就可以了 直接运行ENGICS就是启动 好 它没有报错 就说明启动成功了 启动成功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8000端口是这个API端口 然后这个8001的是刷新一下 是这个网易的端口 当然它获取这个接口是失败的 对吧 好 我们再刷新一下 8080这个端口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一刷新 这个成功了 是吧 页面也成功了 然后这个LIST这个接口也返回了RW来成功了 我们再看一下一个详情页也成功了 然后一个作者页也成功了 这样的话就说明我们的ENGICS代理就已经搞定了 主要就刚才我们的几个配置 有那么几个报错 是因为冒号的问题 OK 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吧 就是对ENGICS这块做一个总结 然后ENGICS反正代理的配置 这个要注意 就是你要会配 对吧 你不一定说对ENGICS多么的熟练 多么的利用 你可能配一次 不行 可能配两次 但是你要会配 对吧 然后呢 前后端如果同域连条 同域连条 其实就是ENGICS来做的连条 对不对 对不对